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是以赛亚书的这个 第三章 我们上礼拜讲了第一章第二章 我们今天准备要来讲第三章 好我们今天要来讲 我们先复习一下以赛亚书的结构 就是说以赛亚书大家还记得一共有几章吗 跟整个圣经刚好是对照 是非常奇妙 所以以赛亚书是有66章 然后66章的刚好又可以用3927 就跟整个圣经的结构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变成39是好像旧约一样 所以第一章到39章 以赛亚书一到39章 它就让你感觉到好像是旧约 然后等到40章到66章 就是后面的27章 它的整个性质又很接近新约 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奇妙 那我们一开始读的时候 我们先来读的是第一章到12章 这是我们在最近的进度 第一章到12章 它基本上在讲到一个是审判百姓的神 就是说审判以色列的百姓 然后也是审判今天的教会 所以大家不要忘记 我们为什么读旧约 因为旧约以色列人就好像是今天的我们新约的基督徒一样 所以我们基督徒要读旧约的原因是因为那其实也是在讲我们 所以你不要觉得讲以色列人 我又不是以色列人 不要忘记我们是被拣选被呼召的所谓的真以色列人 我们是神的选民 所以我们需要来明白神对选民的心意 所以第一章到12章是针对主内的 在当时是针对以色列的审判 要应用到今天就是针对基督徒的审判 然后等到13章到27章后面 它是审判列国 也就是说神不只是审判自己的百姓 神也审判万民 那但是声音上说审判从神的家开始 所以这个审判是先从我们自己人 因为你知道吗 那人家外邦人不知道 所以慢一点审判他 先从我们这些知道的神的选民开始 所以审判是从教会开始 审判从以色列人开始 所以后面是审判列国 然后等到28章到39章 就等于旧约的结束了 那这里呢 神就是说他要拣选一群新的子民 神的旨意永不落空 那这个就是以色列书前半段的结构 然后到了40章到50章就比较接近新约 所以他就是在讲到说受苦的仆人 讲到上帝的拯救 竟然是用一个不可思议的 用一个受苦的仆人的形象来施行他的拯救 然后56章到66章更是直接讲到新天新地 这就是整个以赛亚书的结构 我们每次上课以前都要提醒大家一下 因为你上完那么多 大概都忘记了 但至少每一次上课提醒这个结构 你还是可以有一点印象 好那我们在这两个礼拜 我们谈的是第一章到第六章 那前面就是上帝详细指出他哪里错了 这个是我们在教导所有的父母亲管教儿女的时候 我们都要做的事情 就是你不要只是生气了 打他骂他罚他 你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很清楚告诉他 他哪里做错 指出我们小孩的错误来对他才有帮助 所以以赛亚书一开始上帝不啰嗦 他就直接透过以赛亚告诉百姓 说你们哪里错了 哪里错了 讲得很清楚 然后上帝还提出怎么办 怎么解决 你犯错了 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办 然后在这个当中的第六章 是以赛亚书你往前读的时候 前面到了读到第六章是最有名的 读到第六章的时候 如果你去看一下那个六章 第一节他说乌西亚王 崩就是死的那一年 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 所以以赛亚书第六章的时候是描述 前面是神对以赛亚说什么话 可是我们做基督徒的最要紧的是 不是神说什么话而已 而是神的显现 所以以赛亚书第六章是非常重要 因为以赛亚看见神向他显现 前面只是听到他说话 但是后面出现了上帝的显现 那这个特别是在旧约当中 我们一直在讲说 以赛亚书很像是旧约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去读以赛亚书 前面你读到第六章的时候 你就会自然而然想到谁 想到摩西 摩西在山上领受十戒 这是神的话 可是摩西最渴望的是什么 摩西最渴望的是说 他说神我可不可以见你的面 我怎么样能够见你的面 那上帝说你不能见我的面 因为你看我的面 任何人见到上帝就是死 所以神说你不能见我的面 但是我能够在你面前经过 所以神把他放在洞穴中 然后让他听见有闪电雷轰 这个跟先知以利亚是一样的 就神显现的时候是大有威严 所以你看到旧约里面 两个非常重要的先知 一个是摩西 一个是以利亚 他们都是非常渴慕 有神的显现 他们都非常希望 能够经历神 他们都非常希望能够看见神 所以这个是让我们探现 在以赛亚书 让我们大家 能够再读到第六章的时候 会让我们印象特别特别的深刻 那这是第六章 那第一章到第五章在讲什么 第一章到第五章 就是神详细的数落 他们做的不对的地方 那为什么读这个以赛亚书会 或者是读整个旧约的先知书 大家都会觉得难读 其中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个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上次有跟大家解释 以赛亚书写作的过程 只有讲到历史的部分 他是用散文 其他他都是用 好像诗 诗歌的诗 他用诗的意境在描述 那这个就很抽象 那为什么这个作者 要用诗的这个方式在描述呢 因为诗的意境 是可以又应用在当代 又应用在现代 因为诗没有讲得那么白话 散文的话就讲得很白话 那当你要描述 当时发生的事件的时候 那你当然要用 很清楚的平铺直述的 要直接讲 人是实地物 发生了什么事 哪一个王 这个是很清楚 那就是直接指责当时 可是其他的这种责备的话 启示的话 用这种诗的话 就是两千年前的人可以读 两千年后的人也可以读 因为那里面的原则 他里面表达的意境 神的心意 那个是不改变的 所以这个是大家读以赛亚书 或者读旧约先知书的时候 你要掌握的一个原则 就是当他会觉得 你觉得很难读的时候 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历史背景 我们不熟 可是其实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 因为他们写作的文体 它是一种又要让古代的人也读得懂 又要让现代的人也读得懂 所以圣经为什么很奇妙 就是几千年来 任何时代的人都得懂 而且都会读出对那个时代的意义 怎么做得到的 这个从文学上来讲就是 当你的表达是用诗的时候 就做得到 很容易明白的比喻 就是莎士比亚的作品 莎士比亚是古典的文学 它的写作里面有很多的诗 所以它里面所描述的东西 你就觉得 这个也可以应用在那个时代 那应用在今天也一样 我们讲到人性的险恶 人的贪婪 人跟魔鬼做交易 讲到人性 这个是自古以来都是一样的 所以当你把它描述的太仔细的时候 就好像只能够当时的人读 后面读了之后 就觉得跟我没有关系 可是当你用一种意境 比较抽象的表达的时候 它的好处就是 任何时代的人去读的时候 都会觉得跟自己有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读以赛亚书 你就会明白说 以赛亚书一方面是在指责当时的信徒 当时的一些以色列人 一方面以赛亚书今天的信徒来读 我们也读得到神在对我们说的话 那这就是很特殊的地方 所以甚至于在我们今天读一到六章 那我们之后开始读第七章到十二章 这是以赛亚书的第一段 第一段是第一章到十二章 第一章到十二章 我们刚才在结构里面已经说明了 一到十二章 神是选拟的 所以到七到十二章 甚至有人把他形容说 那个是叫做以马内利之书 以马内利之书就是在讲到说 那是一个描述神同在的 所以这是圣经里面很奇妙的一个部分 所以等到第七章的时候 他的描述就是用散文在描述 当时神告诉亚书王说 你不要去投靠亚书 你要怎么面对你国家的困难 所以那个是第七章以后的事情 我们读到那边的时候 我们再来说 好 那我们现在就是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要来读的 我们今天要来读的是 以赛亚书的第三章 我们上个礼拜上课的时候 讲的第一章第二章 我们今天要逐字逐句的来读第三章 希望这个课程 实际上每一个人 我们都很难得可以逐字逐句的 来读整个旧约里面 很难读的以赛亚书 好我们看第三章 第一节我们开始了 他说 主万军之耶和华从耶路撒冷和犹大 除掉众人所倚靠的 所葬类的 这是所倚靠的粮 所葬类的水 然后扣掉勇士和战士 审判官和先知 占卜的和长老 武士夫长和尊贵人 谋士的和尤巧义的 以及妙行法术的 好 短短的一节里面我们大家看一下 你有没有看到这里包罗万象 你只记得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你就发现上帝说 说你们要倚靠谁 你们都在倚靠人吗 我要把你们过去说倚靠的通通拿掉 这是神在以赛亚书第三章里面 要告诉过去的百姓 也要告诉今天的幸福 我们依靠什么 所以从第一节里面你可以发现 他里面包括了几个是现代人 也是古代人 任何一个团体 人类团体社会不可或缺的 第一 神要除去什么 神要除去经济 他说我要除去你们的粮和水 我们就发现很多人活在世界上 就是依靠经济 就我有钱 我有粮 我有水 粮和水就是人民生必需品 你可以没有电没有关系 你不能没有水 没有电只是不方便死不了人 但没有水 这是致命的 你可以不吃东西 你不能不喝水 人体内的构造都是水 所以我们离不开水 但上帝说什么 上帝说我要除掉你们所倚靠的粮 除掉你们所倚靠的水 神就是提醒人说 你们到底有没有想过 你赚钱 你的经济哪里来的 圣经没有清楚告诉我们 说赚钱的能力是耶和华赏赐的 赚钱的机会也是耶和华赏赐的 所以圣经上说 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 因为得获财的能力是神给的 你应该倚靠的是那一位给你恩赐能力 跟给你健康 跟给你赚钱机会的上帝 所以有没有人很有恩赐 但是生不逢时 这太多了 举例不完 有没有很多人 他们真的是 这个人一看就是非常有能力的人 但是他没有机会 这真的是太多了 所以我们要依靠的是那一位 不但是给我们有能力的 也给我们机会的 还要给我们健康 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学会 你在经济上要仰望神 不要仰望经济 所以我们很多人真的都是 把我们的安全感就放在 我们在一个稳定的国家 所以为什么我很喜欢举例 巴西跟阿根廷 我就说地中里面 你们有机会 你们要去拜访巴西阿根廷 因为你去阿根廷 你就会知道那种国家怎么活下去 那个政治这么动荡的国家 经济这么不稳定的国家 他对美金 我跟大家形容过 那个时候那些 那些开杂货店的 不管是台湾也好 国内去的也好 你开杂货店的人 那就是最容易的 我们去就开个杂货店 客人在后面 拿了一瓶汽水 拿到会台结商的时候 价格已经不一样 就是这么恐怖 这一夜之间 财富可以缩水三分之二 所以我那次 我去一次阿根廷 我的印象太深刻了 太震撼了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活下来 我就问那边的弟兄 怎么样说 你们怎么有办法活 他说对啊 我们就学会了说 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活得下去啊 所以我就说哎呀 这个在美国的应该有机会 在台湾的 在这个国内的安定地区 应该有机会来这里体验一下 那就是说那群基督徒 真的 因为他的政治不可靠 他的经济不可靠 那群基督徒 他们说你就是凭着信心 相信神会让我们活下去 那个时候太真实了 所以以赛亚说的 你不要觉得很抽象 我们现在还在经济 神说你们这么喜欢依靠 我就拿走 我看你靠什么 你们要搞清楚靠谁啊 不要靠粮 不要靠水 第二个呢 神说我要出去 你们的勇士和战士 你知道美国安全感从哪里来 是从他的拳头来的 美国放了很多的预算 在军事上 他们的军事国防预算超级高 他们搞不坏 要依靠他们的武器 我们有精良的武器 我们有隐形的战斗 我们有坦克 我们什么都不怕 这就是我们经常所看到的状况 就是我们看到这些人 他们是依靠勇士 依靠打仗的人 很多国家 他就是依靠 尤其是古代的人 在以色列那个时代 在旧约的年代 他不像今天有电脑 有科技 他们当时就是依靠兵强马撞 包括后来的罗马帝国 从亚述 后来巴比伦 然后波斯 然后到了希腊罗马帝国 一路以来依靠的都是兵强马撞 都是依靠他们的这些军事 他们的武器 都是依靠这些 神说我要把这些除掉 第三 神说我要把你们当中的审判官来除掉 很多人依靠的是说 我们依靠我要遇到委屈的话 我可以告你 我们依靠法律 那我们都知道 西方国家是非常讲法治的国家 西方国家依靠的 就是它的法治 结果神说 我要把这些东西也都拿掉 你们不要以为 你们人类有能力 自己审判自己 司法公正 你会见识到司法不公的可怕 我们今天都见识到了 今天就站在美国 只要你在美国待久一点 你就会知道 大致上来讲 美国的司法是很公正的 比如说你开个车 超速等等 这种一般的事情上 你可以看见 一般的老百姓都很守法 政府执行法律也是很明确 可是有没有不公 在这几年 美国很动荡 就是警察执法 在对黑人的事情上有争议 那么甚至于最近亚裔 也会觉得被欺压 所以这个是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地上 他的司法是100%是公正的 那更不要讲 美国多少电影都是在演 演这些华尔街 演这些财团 他们怎么样玩弄司法 对不对 所以我们跟大家不断地强调过 美国的结构 就是政府在上面 老百姓在下面 那政府的上面是谁 是财团 这就是一个这种 自由经济的国家 所谓的资本主义的国家 资本主义的国家 就是钱在管理 所以你的司法系统 背后是钱可以操控的 这不是 好像很无奈的现象 在世界各国都有这种现象 这种司法不公在各地 都是一样的 那尤其是在那些第三世界 我们刚刚讲到了巴西 阿根廷南美 甚至你像我们 我们教会在圣地亚哥 再往南一点点就是墨西哥 那是恐怖的地方 墨西哥是一个超级有名的 没有王法的地方 我们还读过那个新闻是 墨西哥的犯人 那个毒销卖贩毒的老大 他的小弟可以挖地道 然后直接挖地道 挖好长好长 挖到监狱 把老大从地底下救出来 照片都出来的 那些监狱的地道 还有照明社会 很夸张 那想要扫毒的市长 很有名的墨西哥女市长 后来是真的就是这样子 就直接被杀害掉 因为他党人猜入 因为他扫毒 他很认真的做 结果很可怕 真的很可怕 人家对付他 这黑道太重 他对付你的家人 你不怕我对付你家人 我看你怕不怕 所以那个很用心做的 女市长死掉 他就是要让你 没有人敢再来当市长 那我就黑道治国了 所以这个情况 是很可怕的 神说我除去你们的司法官 你们以为你们这些东西可怕吗 好 那接下来还要说 我要除去你们的什么 你们的宗教 你们的先知 长老 占卜行法术的 你们依靠这些 对不对 经济不可靠 政治不可靠 司法不可靠 什么可靠 我算命 神说我要把这些也都除去 你们当中的先知 长老 或者那些拜偶像的 行邪术的 我把你们通通都 给你们出去 最后神说 我也要除去 你们的专业的人 还有你们当中的权贵 你们当中的 五十夫长 你们当中的谋士 你们当中很厉害的 有各种专业的 神说我把你们 通通都出去 所以你 你回来读这段 那些短短的一节里面 神已经告诉他 你们人类凭着自己 你们真的没有办法 维持经济的安定 维持军事的安全 维持司法的公正 维持信仰的存证 维持专业的客观 你们做不到的 这里上帝说我要除去 大家要了解 当事情上说 神说我要除去 我要除去 并不是 本来这个国家很公正 神就把他除去 变成不公正 那这个神变成 邪恶的神了 不是这样 这里所谓的神说 我要除去的意思 神是说 我不再保守你们 我看你们自己 有本事怎么弄 神的意思是说 我会看到你们 把自己管理的很糟糕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其实这个世界的公益也好 这世界所有美好的事情 背后 其实都是上帝在扶持 如果今天人堕落 神就说 好 你要这样的话 我就不理你了 就好像我们最容易理解的是 一个家的运作 是父母在维持 可是一个小孩子 幼小的时候 他不知道 他觉得我冰箱打开 就有饮料 篮子里面就有水果 他时间到就有饭吃 他有时候他不珍惜 他觉得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 那做父母有时候说 好 我今天我不煮饭了 今天我不去服侍你了 我不洗衣服了 孩子这时候才会发现 原来如果不是父母的话 他自己其实没有能力 来把一个家的正常的运作 要维持 那是他做不到的 所以这就是神说 我要除去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说 觉得这个上帝好奇怪 我们过得好好的 神就把这些都除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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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来这个上帝变成一个虐待的上帝 这个上帝变成一个不健康的上帝 这个上帝变成一个很奇怪的上帝 不是这个意思 神对以赛亚说 我要除去这些 我要除去这些的时候 他指的是说 你们太过分了 你们的生活太糟糕了 我没有义务 让你们继续过这么糟糕的生活 他说我要除去这些 意思是说我放手了 我不管了 我让你们去体会一下 我要让你们学到一点教训 我要管教你们 是这个意思 好 那我们就继续来看一下 所以我们看到说 今天在这个时代 上帝也是 我觉得上帝有时候也是 比如说这个疫情 我觉得上帝也是把我们习惯的聚会 这些教堂关起来了 像台湾过去比较没有体会到 那台湾的教会 最近也是体会到了 哇 一两个月都完全没有做礼拜 那你的信仰怎么维持呢 神就说我要把教堂出去 对不对 你们的信仰 你们跟我的关系 是依靠建筑物吗 是依靠一个宗教仪式吗 是依靠敬拜团吗 是依靠牧师讲道吗 是这样吗 好像有的时候 上帝允许把一些东西拿掉 好像是帮助我们更明白 更恢复我们原本该有的这个本质 让我们的信仰 其实可以变得更健康 所以过去也很多的基督徒很担心 曾经很多的教会 他们经历到拆十字架 他们经历到什么 拆教堂 焚毁教堂 很多人就担心说 哇那这样这个信仰 怎么办 好像这样的话 我们的信仰是不是就完蛋了 其实事后证明并没有 事后证明 有的时候我们太过 依赖这些看得见的东西 所以上帝有的时候 就允许这些东西拿掉 那拿掉之后 就考验我们 我们真正依靠的到底是什么 好那我们再往下看第二节 好这个可能是大家有点不懂的 为什么 因为这里面从第二节开始 我刚刚已经解释了 他的写法不是那么具象 他的写法比较是抽象一点的 所以这是一种感觉 大家要自己去感觉 好我们来看 主说我必使孩童坐他们的首领 使婴还管辖他们 你说 什么意思啊 孩童坐他们的首领 婴还怎么管他们呢 其实这就是一种诗的写法 什么意思 就是家里没大人啊 意思就是说 你们到后来 你们这个国家会没有章法 你们的管理者 你的君王很幼稚 你们的这些长官 你们的这些有权有势的人 他们做事情 你会觉得怎么那么任性 非常不成熟 管理的很糟糕 事后其实因为以赛亚讲的时候 那个时候乌西亚王的时候 国家还很强盛 所以以赛亚讲到了这些神 神启示的东西 这都是后来才发生的 事实上你看到 以色列人后来的历史的话 你看到约亚靖王 看到后面的王 真的是差不多实现了这个话 婴儿坐你们的领袖 孩童坐领袖 婴还在管你们 就说这些人的心智 幼稚的不得了 这些人根本没有能力 来做君王 根本没有能力来管理百姓 但是他们就坐在那个位置上 所以你会感觉到 我们的领袖真的是很幼稚 但我不知道 这个是有点敏感的话题 那我们在教会里面 教会没有一个立场 因为我们教会只是属于神的国 所以我只是反应 比如说川普在做总统的时候 当然很多人挺他 可是也很多人对他有意见 就是觉得他做事怎么承认性 但你可以不认同 各位你可以不认同 因为我说过了 我们讲政治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立场 我只是举一个例子 说这里说 孩童做他们的首领 因还管辖他们 对某一些反对川普的人来讲 他们就会觉得 这个川普做得很糟糕 即便有一些支持川普的人来讲 他们也同意 说他们觉得川普是很认真在做 但是他的某一些情绪的反应 他某一些讲话的方式 真的很像青少年 他比如说传统的这种记者会 他不喜欢 他就喜欢自己在他的推特 就爆一个料 所以人家就会觉得说 我们现在这个总统 是一个听那一句吗 会有人有那样的感受 你可以不同意 好不好 但是上帝是说 整个以色列国 他们就会产生这种 很多人对当权者不信任 看到他的作风会摇头 会无法认同 其实是这个意思 神说我要使孩童做你的领袖 请婴孩管辖他们 然后说百姓呢 我会看到百姓你们会彼此欺压 然后呢 邻居也没有守望相助了 邻居也会彼此欺负 然后呢 少年人都不尊重老年人 卑贱人反而倒过来了 卑贱人呢 现在哇好像走路都有风了 卑贱人反而更容易欺负 这些尊贵的人 各位这一段是在描述 过去以色列的情况 可是你们发现 其实也就是现在 也是这样啊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们开个玩笑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真的是婴孩在管父母 以前这父母要管小孩 我发现到了这个时代 什么叫妈宝 小孩在管父母 小孩在控制父母 婴儿在控制父母 小孩在控制大人 所以你读这一段 你会觉得 它真的是有点双重应验 一方面它是种抽象的 一方面也 某种程度也蛮具象的 你读一读说 百姓彼此欺压 邻居彼此欺压 也是真的 人家有些好邻居 你今天生病了 他就会煮饭给你吃 是不是 像教会的Tony 那时候得病的时候 我们这些好邻舍 我们这些好撒玛利亚人 大家轮流煮东西给他吃 可是就有一些坏邻舍 我们也看过新闻 说他邻居得病 这个有人得病了 邻居就拿木头 把他家门封死 不准你出来了 所以邻舍彼此欺压 这是有的 然后接下来说 少年人五万老年人 以前我们看到博爱座 看到老年人你请坐 现在不是 现在很多年轻人 他看不起老年人 他没有敬老尊贤 所以你看这个是 当年上帝折备以色列的现象 请问今天有没有发生 你发现几乎是一样的 那就是用诗来写作的好处 他在描述的那个情景 可以套在不同的时空里面 好 那么后面的呢 也是一种意境 大家有可能读不懂 他说什么 人在富家拉住 弟兄说 你有衣服可以做我们的官长 这败落的事归在你手下吧 什么意思 就是整个国家乱到 什么市议员 什么立法委员 什么政府的官员 根本都乱跑 所以真正有心 想要为国报效的人 根本不想去当官 那个整个国家的体制 文官的体制 武官的体制 已经整个都败坏掉了 所以这里是一种形容词 他说人家富家拉住弟兄说 哎呦你穿这套也不错 来来来 你来当老大 你来当老大 就是整个国家社会是 那个逻辑是非常混乱的 他说败落的事归在你手下吧 就说大家都知道 当官这种事没有人要做了 你有一份来你做 你做乱来了 整个国家是乱七八糟 所以这段预言 在当时真的是 以色列国强盛的时候 他们没有办法想象 后来会变成这样子 那我们再往下读 他说那时他必扬生说 我不做医治你们的人 就是说我们刚刚不是讲吗 他说你家中你做你做 那个被拱出来的 他说我不干 我不做你们医治你们的人 我家没有东西吃 你们不要叫我出来 我没有这么厉害 我也没有衣服 你们不要立我做百姓的官场 后面就描述了 神就说了 到那个时候你们会看到 你们现在国家很强盛 你们信不信 迎着你们道德的败坏 道德哪里败坏 就是第一章第二章 我们上个礼拜课程形容 第一章第二章 就在讲他们做了很多坏事 到了第三章 神就在警告他们 神说你们等着看好了 你们将来 你们就看见耶路撒冷带落 你们看见你们犹大国 因为犹大国是南国 北国叫做以色列 南国叫做犹大 国家分裂了 北国十个支派 南国只有两个支派 所以神就告诉他们说 耶路撒冷会败落 你们的国家会倾倒 为什么 这里再解释一次 重要的是说三遍 这里再说一遍 因为他们的舌头和行为 与耶和华相反 热了他荣目的荣光的眼目 也就是说 你们虽然又做了一半 你们又做了很多的宗教仪式 可是因为你们的舌头 你们讲话 还有你们的行为 上帝在天上看 比如说你们一面献祭 一面做礼拜 可是听你们的说话 我是再听不下去 我还是要再提醒一次 各位现在的年轻人 你们要很小心 你们家里有的 你们要教育他 动不动就讲脏话 满口脏话 英文的话就F开头 要不然就是XXX 所以很糟糕 真的很糟糕 圣经里面明明说 污秽的言语 一句不可出口 不可以出口 所以我觉得我们 我们真的要很谨慎 这里特别讲到 我们的舌头 就是我们讲的话 上帝听了会很不高兴 讲到这个事情的话 我觉得可能很多弟兄 跟我有一样的经验 就是好像女生 我们讲说女生是听觉动物 有时候我讲一些话 我没有什么意思 可是我太太听了 她师母听了就会很不高兴 她说你讲那个话 我听了我很不舒服 我觉得我没有讲什么 就你是很粗鲁 比如说我讲说 你是猪头 讲话好难听 各位觉得讲话不文雅 讲话应该要文雅一点 有水准一点 但我觉得我没有想怎么 我只是讲一个比较通俗的话 她说那你讲话很低俗 所以这个男女可能是有些差异 背景有些差异 所以我只是要表达说 我们讲的话 有些人说者无心 听的人会很不舒服 今天你讲一个不好听的话 你讲一个脏话 你骂一句脏话 可能你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你只是发现情绪 可是上帝听起来就觉得 你的嘴巴怎么这么不干净 我就想想以前在教导小孩 小孩如果骂脏话 去叫他用盐巴漱口 有的更狠叫他用肥皂洗嘴巴 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妹 有没有这个印象 我知道的以前 我们成长的背景里面 瞧一讲脏话是很严重的事 不行 好好的人为什么要讲这种话 现在真的这个时代改变了对不对 年轻人嘴巴讲脏话 还把那个脏话写在 印在T恤上大大一个字 他们觉得这样子很炫 他们觉得这样子很酷 但是各位 我们做基督徒做神的儿女 我还是要再提醒一次 这是非常不好的 以赛亚书里面神说 你们的舌头 讲脏话 讲谎话 讲弯曲的话 讲一些油嘴滑舌的话 讲黄色的笑话 油香滑掉 讲话不正经 让人家看不起我们 这个对基督徒来讲是不合一的 这个要特别强调 以赛亚书里面说 惹了神荣光的眼目 所以上帝看了以后 上帝看我们的作为 上帝看了很生气 所以我们继续往下读圣经 继续读他说 他们的面色证明自己的不正 这叫做贼心虚 就是你看这个人 他做得很不对的时候 你看他自己的脸色 眼光闪烁 不敢支持他看你 就整个社会的文化就是这样 讲话都不实在 一次我去探访 我们到探访一个南边的 那个Andy安排我去探访 他们叫一个姐妹 那因为是国内的朋友 那我就跟他套关系 这个也蛮好笑的 我就跟他说 我其实我爸爸是东北人 我就讲说我是台湾人 但是我过去 我爸爸是从国内来的 我们是东北 我跟爸爸回去过 我本来是想跟他套一点关系 结果那个姐妹也很直 她说我不喜欢东北人 我吓了一跳 我说为什么 东北人讲话不实在 我不喜欢东北人 比方说他见了我 他想大姐 我可想你了 我昨天晚上才梦见你 你信不信 他说我才不信呢 当然他嘴巴没有这样讲 人气礼貌 也不会直接顶回去 他说我心里就想说 讲话油腔滑掉 油嘴滑舌 讲话不可靠 我就是举个例子 就是说你讲这种话会让人家觉得你这个人 讲话要打折的啦 你这个人讲话有点太夸大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求成帮助我们 有时候你自己说话行事为人 他这里说他们的面色证明自己的不正 然后后面还说什么 他们诉说自己的罪恶并不隐瞒 这个就可怕了 他说好像所多玛一样 所以圣经里面所多玛是罪恶之城 在以赛亚书又多了一条罪证 所多玛的罪是什么罪 就是做了错不隐瞎 这很可怕 你做错了 你还理直气壮 你做了错了 你还炫耀 他说好像所多玛一样 所以为什么神就用火把所多玛毁灭掉 不只是他做了很多坏事 坏中之坏 坏到最高点 就是我做坏事还到处张扬 还说你看我诈骗集团 你知道我多好赚吗 你知道那个有多笨吗 你知道那个有多好骗吗 他做了一些坏事就点点嘛 就低调一点嘛 他不是 他做了坏事以后 他很得意 他还炫耀 你看我做这种 我多厉害 你看我送红包 没有过不去的 红包送一送 你看事情不就解决了吗 你做的都不对了 还这么大声啊 这是最可疑的 所以以赛亚书里面就描述 说这样的人可怕 他们诉说自己的罪恶 不隐瞒的 他都不会不好意思 他们有祸了 神就说 你们不要羡慕这种人 这种人 你不要当这种人 他们完蛋了 他们有祸了 因为作恶自害 多行不义必自毙 自作孽不可活 神说他们做的事情将来要自食其果 然后你们论义人 说他必享福乐 因为要吃自己行为所结的果子 这里就是说你要相信上帝 义人他最后最终上帝会还他公道 然后恶人呢 有祸了必遭灾难 因为呢 神要照他所所做的去报应他 也不是不报 死后未到 他说 至于我的百姓 他说 孩童欺压他们 妇女管辖他们 为什么 因为神就说 他们不行我的道 你们不走在这里里面 你们的言语 你们的行为 神从天上看都看不下去 所以 神说 我就不再理你们了 那你们自己管 结果自己管的结果 就回到我们一开始读的 孩童管辖他们 妇女管辖他们 我的百姓啊 引导你的使你走错 你们这些人都没有脑袋的 上面的人乱来 你也不会去纠正他 那些人你下一次票 你还是投给他 这很糟糕的 做得不好 就不应该让他再做了 但是你们没有 神就是这样 在责备他们 所以耶和华说 我们一起来辩论 你觉得这样对吗 你这里讲到 是一个审判的神 所以在下一节里面 就更清楚 耶和华必审问 他民众的长老和首领 神说 我问你 你们怎么搞的 吃尽葡萄园果子的 就是你们 所以审判 是从神的家开始 审判也是从领袖开始 这也是圣经的立场 说我们当中 做教导者 做首领的 我们将来要受 更重的审判 神说 因为就是你们 把他们交坏掉 所以这一点 清楚看到 以赛尔在讲到审判 他说 神说 葡萄园的果子 吃光的 你们本来应该是 照顾葡萄园的 你们自己身处 就把他吃光了 就是你们这些恶人 然后呢 那些穷人家里面东西 跑到哪里去了 为什么我们家这么穷呢 因为他们的东西 都跑到你家去了 穷人所夺的 都在你们家 所以神说 所以神说 我要问你们 我要审判你们 为什么你们要这样做 所以所有的 真的这些做官的 实际上说 我们要为执政掌权者 来祷告 因为这些执政掌权者的 权柄 都是从神来的 我们要为他们来祷告 那这些人将来 都要接受审判 所以各位 今天我一再奉劝 基督徒不要对政治 太过狂热 我们关怀政治 是因为我们关心社会 所以你不要太狂热 因为所有的政党人物 不管他什么民主党 共和党 蓝的绿的都一样 他们将来都要被上帝审判 他做得好做得不好 他将来都要对上帝嚣张 所以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 不要因为看到政治上的混乱 影响你的生活 不要为了政治 跟你的朋友吵架 不值得 真的不值得 台湾过去是蓝绿 美国这几年 民主党共和党 吵得不可开交 这不是好事 为了这种事情 大家可以有自己的立场 可是为了这种事情 辩论到反目成仇 一家人为了民主党共和党 美国选举这几年是很严重的 家里面的人一讲到这个分裂 教会讲到这个分裂 公司讲到这个分裂 朋友讲到政治 都不能够做朋友了 这很可怕 这真的很可怕 一谈就两边就撕破脸 完全没有必要 真的完全没有必要 要记得 所有的权品都是神允许的 而这些人 他们将来都要面对上帝 多给谁就向谁多要 好 所以第三章 我们现在读了前半段 那各位不要担心 后半段很快就读完了 前半段就在描述 整个社会的败坏 前半段在描述 整个社会的功能 已经没有了 这个社会失去功能了 那后半段在描述什么 描述整个社会的道德 前半段在描述制度 描述政府 描述整个社会的结构 后半段描述的是 整个社会的道德 所以前半段是看得到的组织架构 后半段描述的是 看不见的人心 那请问各位 一个社会的败坏 看不见的人心 你从哪里看到 好 今天教大家 以赛亚书教大家 一个特别的观点 从女生 从女生 一个社会的道德的败坏 你看这个社会道德 女生的level 如果这些女生都是诱拐人的 这些女生都是乱来的 那你可以知道 这整个社会的道德 就是很糟糕的 道德是看不见的 但有一个指标 你看看整个社会 女人的素质 看女人的风气 就知道 所以你知道吗 这很奇妙 这很绝了 以赛亚书第三章的下半段 全部都在描述 那个女子的一些道德的败坏 我们就很快 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好看的 我们就来描述一下 来 耶和华说 西安的女子狂傲 走路挺向 卖弄眼目 然后翘步徐行 脚下叮当 什么意思 这就是特种行业的啦 就在描述嘛 描述绝对不是良家妇女 这个就是描述 很多这些的所谓的性工作者 就是描述整个社会道德风气很不好 就是笑贫不笑娼啊 就这些出卖肉体的这些女性在社会上反而是大家习以为常 这不是好现象 这些人的身体这个是很糟糕的情况 很多男生都想要去那种场合 去那种场所 这个就已经是很糟糕了 今天连女生都是这样 所以我们在讲说 当整个社会开始败坏 就是开始出现牛郎这种职业 就女生 男生会召集 女生说我也可以啊 我也叫男生来啊 然后男生你给我看六块鸡啊 小鲜肉啊 然后我摸那个男生就好兴奋哦 哇就是整个社会的道德非常的糟糕 这就是以赛亚书所描述的 他说所以主必使西安的女子头长凸疮 又还使他们势漏下笔 这都是形容词 这都是用诗描述的 而不是直接的文字的描述 他只是形容说你现在装扮得这么漂亮 到时候你可能是又老头发又掉光 然后又有皮肤病 然后呢又是很羞愧 这个赤漏下笔不是说不穿衣服 不是这个意思 赤漏下笔指的是你很无耻 你很羞愧 指得你被嘲笑 是这个意思 所以呢这些人他说 到那日主要除掉他们华美的脚串 那个字比较难 一个筋一个穿那个叫脚串 然后呢 法网月牙圈耳环手镯 蒙脸的帕子 滑罐竹链滑袋 香盒服囊戒指 鼻环脊服外套云间荷包 哇这个描述真是 这个女生出了门难怪要两个小时 要配来配去很仔细 但各位不要误会 你说糟糕我也有戴戒指 那我是不是完蛋了 不是这个意思 打扮人会装扮 尤其女生打扮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可是这里描述的是说 神说我要除去他们的那些 这里描述的你要跟上面一起讲 就是那些女生是卖弄的那些女生 指的是那些做这种特种行业的 或者那种不安于事的那些 所谓的狐狸精 所谓的怪女人 指的是那些人卖弄眼目的人 他们的穿着打扮 他们是要用那种很夸张的香水 还用很多夸张的服装 他们是很刻意的打扮 非常用心的打扮 叮叮咚咚咚全身叮咚咚咚的 要吸你的注意 所以不要读圣经不要误会说 我们基督徒女生都不可以打扮 不是那个意思 而是说你不要是变成了那一种 以貌取人的外貌协会的 也不要变成那种 效法一些不好的风俗的 所谓的流行的一些东西 有时候你要谨慎一点 流行的东西 有些东西不伤大眼 有些东西是很不雅 因为你自己要小心 就像现在女生穿着肉骨钩 肉骨钩 穿着很暴露 那个都不合圣徒的体统 可是外面的人觉得很好啊 当然很好啊 女生每一个出去都穿很少啊 那男生就会觉得 哇这个世界好美丽啊 这个是 这个叫违反社会善良风俗 后面还没讲完哦 还描述哦 他们手上还拿一个 好像那个贵族一样 还手上拿一个手上小小的镜子 随时补装随时照自己的 手镜 细麻衣 果头金 萌生的帕子 就是讲到他们 太复杂了 花太多精神 在搞这些东西了 每一个都很讲究 买名牌包包算什么 买名牌包包的背带 都是个学问的 连那个背带怎么配背包 都可以有学问 连其中一个扣子怎么扣 都可以有学问的 就是说你当一个人 已经是生活 已经没有目标到 专注在这么小的东西上的时候 神说这个社会风气 已经是很糟糕了 这个社会生病了 所以后来神就 后面几句话说 必有臭烂代替新香 神说你那么多薪水 香水有什么用 你的里面是臭的 他说到后来 这些东西都不值钱了 这些东西都要败坏掉了 他说绳子代替腰带 因为被掳了嘛 你们这些女人 当然这么会打扮的 搞不清楚状况 那是也不知道 都已经 都已经是祸到临头了 火烧没忙了 你们还在那边卖弄风烧啊 被掳了 绳子代替原来的 那个华丽的皮带 光秃代替美发 你还有时间保养头发 到时候你整个国家 都灭亡了 所以这个是读得 令人很心酸 所以读到这一段的时候 很痛苦 他说你的男丁倒在刀下 你的勇士死在镇上 所以西安要变得很荒凉 所以他说到那日 如果到了那一天的话 他说七个女人 拉住一个男人 什么意思 延续前面的上下文 男人都打仗都死光了 而以色列人 他们当时一个女人 没有出嫁 没有生小孩 他们认为很耻辱 那是当时的文化背景 所以他说到那个时候 都没有男人了 七个女人 那只是一个形容词 不是真的七个 要记得这是用一种抽象的诗 在描述的 所以就是一堆女人 围住一个男人 说你都不用养我们了 我们自卑良想 我们带枪投靠 我们吃自己的食物 穿自己的衣服 是拜托你 拜托你 让我归在你的名下 户口放在你家 因为我们不要做一个 嫁不出去的人 所以其实就是在描述 男丁都战争死掉了 是这个意思 描述那种 那种很糟糕的 好 他说可是呢 他说但是有另外一个状况 他这里后面有一个对比 到那日 耶和华发生的苗 必华美尊荣 地的出产 必为以色列逃多的人 显为茂盛 这里就讲到说 人凭着自己耕种的有一天 都灰杯湮灭 但真正正直的人 耶和华的苗 就是神会自己栽种 属于他的人 而这些人 会跟我们前面描述的人 都完全是不一样的 那他说我们把这段读完 足以公义的灵 和焚烧的灵 将喜安女者的污汇洗去 所以这里就转为正面了 神说不要在那些叮叮咚咚 那些外貌 美貌是虚浮的 艳丽是虚假的 敬虔才是真的 智慧的妇人才是真的 所以神说 我要把喜安女者的污汇洗去 然后我要把耶路撒冷洁净 然后名字在生命册上的 必称为圣 你看这里出现了生命册了 神已经开始在讲 他说在喜安山 会有白日有烟云 黑夜有火焰 就是云住火住 就是神的同在 在荣耀之地 神会做你的遮蔽 这里这里讲到说 虽然国家将来很糟糕 但神并没有丢弃他们 好 所以这个是第四章 好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下半段就回来 继续来读第五章 还有第六章 好我们暂时休息一下 谢谢牧师 好我们休息十分钟是不是 对我们休息十分钟 好谢谢十分钟 又再回来 谢谢大家 谢谢牧师 辛苦了 OK 动一动 动一动 好的 不会 就是 universe 因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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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说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很多很多很多 这个都是在 感谢观看 被不好的 是unlimited 所以我们 感谢观看 我们看 那些勇于饮酒的 我谦卑不醉 很会喝 快要什么东西啊 你们快要这些东西 你们都有过了 所以这些人 他说他们的问题是什么 他们收了钱 他们被贿赂 所以就说坏人是好人 就颠倒是非 最后上帝说 火苗一点点 火苗一点点就把整片稻草烧光 是说一样的 这些人将来在神的审判台前 一点价值都没有 一把火就烧个干净 他们被像灰尘一样 为什么 因为他们无知 他们厌恶耶和华的训诡 藐视以色列圣者的言语 所以为什么基督徒要读经 为什么今天大家要来上课 我们不想当无知的人 我们不想有一天在神的面前 一点价值都没有 吹一口气 这是很可怕的 可是对无知的人来讲 I don't care 我无所谓 真的很可怕 我儿子在美国读高中 所以他有跟我讲 他说爸爸 他说我太了解那些 我们身边的这一代的人 他们就不care 你看这样严重 你刚才讲这个病毒很严重 他说什么 来我们来比赛 看谁最先得到 我们才在想 声音上说无知 他们无知 不是他笨 是他的态度 他不负责 他对他的人生不在乎 他们这样做 所以他说 神的怒气要向他们来发作 他要伸手攻击他们 然后神的一伸手 山林都会震动 他们的尸首在街上 好像粪土 哇这个形容词 以前大家读的时候 觉得不可能 你现在去看 你现在去看那个印度 好可怕 真的我们 为了这些事情看得很难过 都是人 但是那个尸体在街上 没有人管 死太多人了 没有人在乎 人间地狱 那种描述在以赛亚书就已经描述了 他说 虽然如此 神的怒气还不止息 你不要以为这样就停止了 神的怒气最后唯一止息的地方 就是地狱之火 所以我们赶快悔改 千万不要冒这种险 他必树立大旗 遭远方的国民 他说 神就要另外遭一群人 神要呼召人来归向他 总有人是认真生活的人 所以他说 神会呼召一些人来 而其中呢 他说 有一些人呢 神这里特别要指的是什么 是神说 我要用一些人来 我要借着外邦人来审判你们 这里其实 这种描述 神呼召有两种人 一种是神在各地各主 万民必留归这山 神从各族呼召人归向他 但是这里讲到另外一种呼召 神说 我要召唤一些人 我说来啊 你们来啊 我允许你们 我允许你们 你们至切的罪恶 你们既然喜欢罪中之乐 那你们请便 神说 呼召一些人来的时候 他说 那些人来的时候 他们的手段 他们的剑很快 然后他们呢 对待以色列人呢 他说他们像这些人吼叫 就像海浪 轰轰 那两个字 我们很少读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用这个字了 这是圣经面的古字 这个这两个字 有点像台语叫碰轰 轰轰 允许这些外邦 神说 这些人你们去吧 既然他们这些人喜欢这样 那你们就去吧 所以在这里就描述 人若望地只看到黑暗 看不到光明 所以这是第五章 好 所以一到五章 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结论 就是神不断的 非常详细的述说 他们哪里做错 并且神已经告诉他 将来他们要为他们的罪付出代价 而他们这些人 这些人非常无知 你警告他 他不在乎 他不相信 他认为不会 他会说 上帝你罚 你多会罚 你处罚 你让我看看啊 你的处罚在哪里啊 所以这些人是 他最糟糕 不但是他做坏事 而且是他做完坏事以后 他还很嚣张 他做完坏事以后 他还张良他所做的坏事 这是最可怕的事情 好 那我们现在继续 再来看一下 在第六章 就是这个是我们大家最重要的 如果你是PPT的话 是我们放在 我们叫做以赛亚书四项 就是今天的part 2 第六章 上帝的显现 第一章第五章 神讲了很多之后 到了第六章的时候 神亲自向以赛亚显现 好 就不只是对他说很多话而已 到第六章的时候 神直接向以赛亚显现 就是我们刚刚有读过 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 他说我看见主 向我显现 怎么显现呢 好 这里有些学问 有沙拉伯势力 各有六个翅膀 两个遮脸 两个遮脚 两个飞翔 好 来请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沙拉伯呢 圣经里面呢 只出现两次 而且都出现在 以赛亚书 所以这个是 以赛亚独特的一种形容 而什么是沙拉伯 沙拉伯 但是呢 这个天使是 很特别的天使 因为这里呢 天使 神造的天使 我简单的形容词是 天使当中的特种部队 所以 以赛亚给他一个特殊的称号 叫沙拉伯 沙拉伯呢 他如果翻译出来的话呢 是叫做燃烧 所以可见 他看见的那个 他用沙拉伯是那个 那个天使 是有火的 发火的 有荣耀的 燃烧的 所以也有人 那个讲这个沙拉伯 叫做赤热的赤 赤天使 就是有火焰的天使 那个天使你看起来 好像整个形状 是一团火在烧的 那种感觉 然后那个天使 两个翅膀遮脸 两个翅膀遮脚 而两个翅膀是飞翔的 对那个天使是会动的 所以并不是每个天使 都是这样 他这里特别形容 天使当中的 这个被以赛亚称为 沙拉伯 那么他就说 这个沙拉伯彼此会呼喊 说圣哉 圣哉 圣哉 万区之耶和华 他的荣光充满全地 这个沙拉伯在呼喊的时候 那个谈的声音 大到地会震动 然后 以赛亚在异象当中 看见神的电 充满了烟 云雾在环绕 所以这个用我们今天讲 如果是剧场的话 就放干兵啊 做特效啊 是一种气氛 是一种上帝的庄严 威严 好 所以沙拉伯就是这种特殊的 单位的天使 所以我把它开玩笑说 那个叫做特种部队的天使 他是天使里面一种很特殊的 他们是专门在神的面前 他们是在彰显神的荣耀 那为什么有翅膀遮脸 因为代表人不能够 没有脸见上帝 代表我们没有资格 去见上帝的荣光 那两个翅膀为什么遮脚 因为脚是我们走在地上 有很多的尘度 很多都不干净 要遮住 而两个翅膀 是让他们可以飞翔 所以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 上帝为什么要创造萨拉伯 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有人会觉得说 上帝也蛮爱排场的 他的百姓不赞美他 他就自己造一群机器人 造一群赞美天使 无意识无脑 每天在他喊着 哇圣灾圣灾圣灾 这个上帝 上帝有这么无聊吗 各位 就我们想想看 为什么上帝要造出 撒拉伯来 其实主要的原因 是要让人认识他 不要忘记 神 他造了人 他在乎人 所以他知道有一天 我们是要跟他 永远永远生活在一起的 上帝要我们认识他 所以为了要认识他的时候 神就造了撒拉伯 能够显出他的本质来 所以另外一个原因 为什么神造撒拉伯 因为这是神的本质 神的本质是怎么样 他就会怎么样 就像你是什么人 你就穿什么衣服 这样的道理 像我们如果在我们这个 信仪会在做牧师 他们就有一个很正式的牧师 把大家都看过 你穿着那个牧师袍 他批了一个肩带 而且那个肩带 不同的颜色 还代表不同的意义 那因为我们是没有这么讲究 所以我们并没有那么遵守 如果是这种传统的信仪会 或者在传统天主教里面 或者你去看圣空会的话 那个主教 他批什么颜色 那个都是有代表性的 为什么 那个是要表达他的本质 所以你毕业典礼的时候 你一定会穿一个袍子 那个毕业典礼那个校长 要给你搬博士的时候 他自己要穿着他的博士服装 为什么 他要彰显他的本质 不是他爱现 不是他爱美 不是 是我们会用一个装饰 来抽象的代表某些意义 所以上帝也一样 上帝会彰显他的本质的时候 他就会造出撒拉伯来 来彰显出他的本质来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今天如果你是一个工人 你不会穿西装去搬砖头 你会穿运动服装 因为那是你现在的身份 我现在要去运动 我穿的是运动服装 今天我要去赴一个宴会 我要穿的就是礼服 就是你的本质是怎么样 你现在要做的是什么事 你就会显出 你就会有一个特殊的 一个外面的设计 就好像你怎么知道 这栋房子很高级 这栋房子很高级 不见得他住在里面的人很高级 而是他盖房子的时候 他用的材质 对不对 他会特别放一个雕塑 他放一个很贵的雕塑 或者他会特别 你一进到他的拉比的时候 他放了一幅名画 或者你进到一间家里面 你觉得这个家很有气质 怎么看 他的墙也是一样 也是钢筋水泥 为什么你进到这个家 觉得这个家好有气质 是他的摆设 他摆了一些非常昂贵的 他摆了一些非常 经过设计感的东西 你就觉得不一样 所以如果你去到了杜拜 你去到那种很高级的 那些饭店里面 你觉得他这哪里不一样 他拆开了墙打穿了 里面还不是钢筋水泥 就是他的那个装扮 那些装扮那些设计 他会表达出 他会想表达出这一栋建筑物的本质 连一个看不见的 连一个这个没有生命的建筑物 我们都会去装扮他了 更何况是人 如果你要结婚的话 你当然是穿礼服 对不对 你会用特别的装扮 来代表那一天 你的整个人的状态 那上帝是永恒不变的 所以神的本质任何时候不像我们 我今天穿这样 我早上去打球 我就穿一个运动服 我要今天上讲台 我就得穿西装 所以我可以很多不同的服装 跟上帝不一样 上帝的本质是永不改变的 所以神的本质就是圣灾 圣灾圣灾 这不是上帝喜欢搞排场 爱热闹 不是 是上帝的创造 彰显出了他的本质 然后更重要的事情是 上帝的创造 是为了要让我们将来跟他 住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会透过上帝的创造 我们会更认识他 我们会更体验他 我们会更经历他 那不是上帝白老大 说来你们都体验我 不是 而是我们越经历到上帝 我们自己就越会有存在感 我们就越会有荣耀感 我们就会觉得生命很可贵 我们就会觉得活着是一件很荣美的事 一个人如果活着却没有活着的感觉 那是最可悲的事 各位这句话你再听一次 一个活着的人却没有活着的感觉 那是很疯狂很痛苦的事 因为他明明是活着 他就感觉不到自己活着 那个是会疯掉的事情 那个精神会错乱 那你说我活着要怎么样 感觉我活着 你活着的时候 你经历到一些快乐的事 你吃好吃的东西 看美丽的风景 穿漂亮的衣服 然后有优雅的谈吐 你经历一些美好的事 你就觉得活着很好 所以上帝要我们将来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不断地经历他的荣美 他的荣耀 他的圣洁 不是为了他 是上帝体贴我们的软弱 上帝知道我们不过是尘土 我们不过是人 我们需要这个圣灾圣灾圣灾 我们需要经历他 我们需要这个荣光照我们 我们里面才会有满足 才会有喜乐 才会有平安 不是上帝需要 是我们需要 好 这是为什么上帝要照撒拉伯很重要 所以你看 当以赛亚看见了撒拉伯的时候 他说什么 他说我糟糕了 圣灾圣灾圣灾 马上以赛亚的反应说 哎呀 我什么圣灾 我是祸灾 我是嘴唇不切的人 又住在嘴唇不切的民中 所以在那一刹那 当人见到上帝的时候 当然我们见不到上帝 我们只是见到上帝的宝座荣光 我们最多只能够见到天使 当你见到上帝的荣耀显现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反应 哇我真的很糟糕 他说我是嘴唇不切的 我很糟糕 然后我又住在嘴唇不切的一群百姓的当中 他马上神医光照他 他马上直接的感觉到说 我真的是很糟糕 我是很污秽的 这个污秽特别是在讲话上 日有所思 夜有所念 最后呈现出来 就是从你讲的话出来 所以他说 我看到 我因为见了大君王 所以我今天神向我显现了 他说我真的有祸了 我看到我的污秽 他说这个时候 有一个撒拉朵就飞到我的跟前 手里拿着红炭 那这个红炭哪里来的 是祭坛上 在神面前祭坛上 以色列很熟悉的献祭 这个献祭就是要把罪烧掉 而祭坛上把最烧掉的那个燃烧 洁净最后的火焰 那个炭火 那个有一个撒拉伯拿了炭火 然后是用火剪 专门用手拿烫死了 用一个火剪 专门在炭上剪东西的 他说把它夹起来 然后呢 沾了他的嘴唇 他说 看啊 这个圣洁的炭火 只要你的嘴 你的罪你也就除掉了 这就是今天整个信仰的核心 这就是救恩 就为什么说 以赛亚说很重要 因为以赛亚不只讲了很多重要的话 上帝用炭火洁净他 代表神有能力洗净人的罪 然后接下来更重要的事情 以赛亚说 我听见主的声音 说我可以拆遣谁呢 谁给为我去呢 就想起撒末尔 对不对 神呼召撒末尔 撒末尔 撒末尔说 我在这里请拆遣我 所以弟兄弟妹 我们今天读以赛亚书的时候 秋米要知道 神经历来在讲一样的话 神也在对你说 我可以拆遣谁呢 谁肯为我去呢 这一群百姓这么不洁净 整个世界这么误会 道德败坏 两性混乱 家庭崩解 神说我可以叫谁去呢 有谁还是清醒的吗 我的百姓都是无知的 谁愿意去呢 所以弟兄妹 这个呼召今天要领到我们 我们所有的基督徒 都是已经被神呼召的 你不要说神没有叫我 你会受洗 你会成为基督徒 就是神已经呼召了 神已经呼召我们了 所以神说 谁敢为我去呢 一个真正看到神的荣耀的人 不会闪躲的 以赛亚马上说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我们没有选择的 因为你不要说 神说谁敢为我去呢 你要看旁边 看看左边 看看右边 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 基督徒 一听到神说 谁敢 你马上举手 说我在这里 请差遣我 就是我 你不要管别人 你不要管你什么事 你赶快举手吧 我在这里 请差遣我 神马上就说 你赶快去告诉这百姓 说你们这些百姓 听要听见 却不明白 看要看见 却不晓得 这个其实上帝在生气的话 他说 我讲了这么多遍 你们到底有没有在听 我谈话 从小我就听这种话 我来讲你 有没有在听 他说 要使这百姓 心蒙子由耳朵发生 眼睛不眯 不然眼睛看见 耳朵听见 心里明白 我就医治他 这个是在讲反话 不要忘记 这个是诗人写诗 这在讲气话 神就说 这太过分了 最好你都不要看到 免得我心软 我就原谅你 这个话其实想不想原谅 就是想原谅嘛 你最好就不要回来了 你本身你最就不要回来了 有没有 有时候我们夫妻扫假 骂小孩 请问 你这样讲的时候 你是要他回来 还是你真的叫他不要回来 要他回来嘛 我们只是讲气话 上帝已经被以色列人气到 都话都说不出来了 神就说 你们真的是 要我讲几遍 你们听了都不明白 快气死了 是这个意思 好 那我就说 以色列人问了说 那这样要到什么时候 神就说 直到诚意荒凉 无人居住 神说他们的罪孽 已经定了 国家灭亡 已经是无可挽回了 这些人的罪孽 他不走到尽头 他不会停止的 觉得现代人 我们也有这种感受 你看到很多年轻人 或者看到很多人 做的事情的时候 你劝他 可是你会觉得你劝不动 你会觉得你对牛弹性 你会觉得这些人 好像真的不到黄鹅心不死 不见棺材不流泪 好像就是 说不出来的悲哀 他如果没有真的 得到很大的教训的话 好像这些人 明顽不理 所以这里神就说 这些人都要被掳 我要把他们牵到远方 剩下的也好不到哪里去 因为这些人太糟糕了 不是我要让他们这么糟糕 是他们的所作所为 我已经看到他们会这么糟糕 这个读起来 真的很难过很难过 所以真的要求主帮助我们 在这样的一个 圣经里面的教导里面 让我们大家真的会明白说 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悔改 神不要我们一直在罪恶里面 在堕落 所以在以色列书第六章里面 他就在描述说 一个人看见上帝 真正经历到上帝 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 他会出现的反应 所以这个是提醒我们 提醒我们不要轻忽这个救恩 要提醒我们说 我们面对上帝的呼召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要能够来 回应上帝的呼召 所以我们不要享受 我们的最终之乐 我们要快快的悔改 来挥向上帝 所以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 要读的进度了 到第六章 那第七章开始 我们有跟大家讲 那个叫做以马内利之歌 从第七章开始 神既然都已经讲到了 他用炭火洁净了以赛亚 他也呼召以赛亚说 你不管他听不听 我们就是要去传这个福音 所以今天不管这个世界的人 人家会不会信 我们就是要去传 这就是保罗所说的 保罗说 我不管愿不愿意 责任已经托付给我了 我是没有任何推辞的借口 我没有退路的 不传福音 我就有过了 今天传福音不是选项 传福音是我们的责任 传福音是我们一定要去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想鼓励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 我们真的是能够在这个时代 我们要努力的背负起我们的责任 我们要努力的来传福音 好那这是今天以赛亚书 我们就读一到六章 我们下一次上课我们就要从第七章 我们到十二章 这是以赛亚的第一个部分 就是审判选民的上帝 然后十三章开始后面 是审判外邦的上帝 好我们再帮下读 好我们来做一个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礼拜二的时候 我们这种弟兄姊妹 我们都可以聚在一起来上课 主啊你帮助我们不只是在知识上认识你 而是要在我们的心里认识你 我们要在我们的心里来敬畏你 求神引导带领 也赐福每一位在网络上 跟我们一起上课的弟兄姊妹 愿你的话语 透过圣灵的工作 在我们的里面光照 不要做糊涂人 不要做无知的畜类 我们乃是要对神的话语有回应 有敏感 我们乃是要能够像以赛亚一样 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我们要像撒木儿一样 来回应神的呼召 所以帮助我们不白占地图 特别在这个弯曲被谬的时代 我们愿意警醒 我们愿意自己分别为圣 我们也求主用炭火 洁净我们的嘴唇 洁净我们的思想 洁净我们的心 让我们在这个时代 好像明光照耀 荣耀你的名 也求主纪念我们当中 许许多多有需要的 我们也为着许多 在网络上中 有一些弟兄姊妹 他们现在在经历难处的 有些工作上在经历难处 有些人在婚姻上在经历难处 有些人在健康上正在经历难处 主啊都求祢的恩待 也有一些人他们还在寻求真理 还在寻找生命的意义的 都求主自己圣灵 个别的按每个人的需要向我们显现 就像撒拉伯一样能够把神的荣耀带到我们的生命中 让我们谦卑 让我们被洁净 祷告 我们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谢谢牧师 好 那我们今天 谢谢牧师